嗨,大家好 这是一台电池操作的便捷式辐射消除器 也就是无需电线就能启动辐射消除功能 它能消除的距离为半径1.5米 而直径为3米 同时也能显著提升微血管的血液循环 而且它也是一台充电宝 接下来我会说明LK的操作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先打开箱子取出LK 里面也有随附说明书 底部是一些配件 有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个充电线 绿色的是低频电脑连接线 和红色的是低频专用线 你可以看到LK上面这一层是它的保护盖 需要提醒的是这个保护盖是不能擅自打开的 前面是显示屏和指示灯 底部是连接的端口 第一次使用时请先充电8个小时 再开机 先拿出所附属的白色USB充电线 安插在电源适配器上 然后另一端便安插在辐色消除器底部 左边的微型USB输入端口 接着开启你的电源 显示屏上出现被逐渐填充的电池图标动画说明 LK正在进行充电 旁边可以推上下的是功能切换按钮 也就是开关机的主要地方 你只需要把这按钮推向OFF就能完成关机 假设你需要开启充电宝功能 只需把按钮切换成一档 然后按照一般充电宝的程序一样 连接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 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等 充电宝功能就能开启了 这台辐色消除器的电池容量是4000mAh 输入是1A 而输出是2A 假设你现在需要开启高频辐色消除功能 只需把按钮切换成二档即可 这一个二档模式也是能同时使用充电宝功能的 现在如果要开启电脑低频辐色消除功能 就需要使用这两个红色和青色的连接线了 首先把按钮切换成二档模式 然后用这一个红色电线连接充电器的USB1端口 红色电线的另外一端就连接LK的USB1端口 然后再用青色的电线连接LK的USB2端口 另一端就是连接电脑的USB端口 连接完成后LK就会开始自检重启 显示屏上的这两个标志符号亮起 就说明LK开始消除50Hz至60Hz的低频辐色工作了 如果显示屏没有显示这两个符号 就代表低频辐色消除功能没有被开启 就要再检查一次是否有连接好 显示屏这里会出现几个符号 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两个标志符号以外 这里还有三角形符号是表示产品正在进行辐射消除工作 中间出现数字的符号是显示大约辐射消除量的讯息 而右上角的电池符号就是LK的电池电量显示 为了确保LK能正常的工作 建议电量在显示一格时就要及时补充电量 若使用随附的电源线与充电器 约8小时内即可完成电池充电到100% 那么这里有一些安全事项是需要注意的 LK是禁止在汽车和飞机上使用的 LK也不适合在超过60摄氏度高温或零下15摄氏度低温的环境下使用 另外LK的设计是不允许擅自拆开的 擅自拆开后的LK都无法享有厂家免费保修 最后请记得扫描盒子后方的二维码就能在线注册 而且能在有效保修期内获得免费售后维修服务 你也可以扫描其他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 以上是LK的说明 谢谢